画师明明已经把朱元璋画得栩栩如生 可朱元璋却要诛他九族 就在刚刚 朱元璋在临此前找了最有名的画师画一下 可由于自己已经双目失明 于是就让轻而来评判 你看看这幅画像不像爷爷啊 这是你吗 是咱呢 怎么了 好像不像嘛 画师还以为要被砍头立马吓出一身冷汗 他为了讨好朱元璋刻意画得比较仁慈 反而缺少了几分威严 然而朱元璋并没有立刻杀他 而是给了他第二次机会 咱呢 请求你再画一幅 一定要把真实的赞给画出来 不管画成啥样 只要按你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画出来的 咱呢 咱不会怪罪你的 但是如果你稍有浮夸或者不识的话 咱诛你九族 画师赶紧又画了第二幅 但没想到轻而还是不满意 相比于第一幅的人词 第二幅的朱元璋明显过于凶狠 让人看了有种后背发凉的感觉 按说画师这次是必死无疑 可朱元璋在思考了三秒钟后 却高兴的大笑起来 众所周知 朱元璋爱名如此 开局一个晚的他深知百姓的疾苦 这第一幅画就是他面对百姓慈爱的样子 而这第二幅的凶狠 则是面对那些贪官污吏 开国勋贵 他一口气斩了三万多名官吏 在造福百姓的同时也巩固了下一任帝王的皇权 可他万万没想到 这样一来反而给了四皇子朱棣可乘之机 由于太子已经病死 朱元璋在临死前 就越级把皇位传给了孙子朱允文 而朱允文为了消除皇叔们对自己的威胁 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薛藩 他先是把几位书王关进大牢 然后又派出多路兵马围剿四叔朱棣 而朱棣的性格又跟朱元璋极相 当然不会坐以待比 他为了自保 于是就打着清军策的旗号 发动了著名的禁难之意 一路从北平打到了皇都精灵城下 朱允文也想反抗 可爷爷朱元璋在临死前 已经杀光了那些能争会战的大将 此时的朱允文竟陷入了无人可用的尴尬处境 你觉得朱棣的行为算不算篡位谋反呢 而朱棣在攻破精灵城的时候 朱允文又是如何凭空消失的呢